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种特殊的疾病 叫做软力病 可能很多同学都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风牛病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也是软力病的一种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致死性、感染性的疾病 包括二十多种类型 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 所以是属于人畜共患症 侵犯的部位主要是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 它的病源非常的特殊 叫做软力Pro-Yang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感染性蛋白颗粒 也有人把它叫做软病毒 或者是软蛋白Pro-Yang Protein PRP 很特殊的是 这个所谓的病源不含核酸 它的化学本质是一种结构发生了变异的蛋白质 在人和多种哺乳动物的染色体当中 都存在着编码软蛋白的基因 比如我们人类的PRP基因 位于第二十号染色体的短壁上 编码细胞软蛋白 Cellular Pro-Yang Protein 也就是PRP-C 这个蛋白质和其他的蛋白质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于蛋白梅K敏感 没有传染性 也没有致病性 而致病性的软蛋白 PRP-SC 也就是羊僧养病软蛋白 它和PRP-C 在一级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空结结构不一样 仅存在于感染者和动物的组织当中 对蛋白梅K有抗性 有传染性 也有致病性 PRP-C和PRP-SC 它们的空结结构不一样 PRP-C的空结结构 以α螺学为主 而PRP-SC的空结结构 以β折叠为主 软力和其他的病毒一样 具有传染性 但是疾病且夫妻比较长 可以长达数年 甚至数十年 它所导致的病理变化 主要是变性的一个改变 可以看到 淀粉样斑块和胶质增生 但是没有炎症反应 也没有包含体形成 它所导致的疾病 没有复发和缓解的过程 是成一个持续的进展 直至死亡 它也不诱导产生干扰素 感染也不受干扰素的影响 不受任何免疫抑制 或者是免疫增强的影响 作为构型改变的蛋白质 软力可以抵抗蛋白酶K的消化 对于多种理化因素 都具有很强的抵抗力 目前面活软力 是采用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相结合 先用ERM的氢氧化钠 作用一个小时 再至于高压蒸汽面菌器 在134摄氏度作用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传播途径 软力可以通过食物链来进行传播 食物感染动物的组织 包括脑组织 动物肉骨粉饲料 以及其他的相关产品 都有可能被污染 因为一般的食品加工过程 很难灭活具有很强抵抗力的软力 此外 器官移植 外科手术 生物制品的使用等等 都可能会造成 因缘性的软力感染 例如疫苗 生长激素等 牛原性 脑 脊 脊髓 血 骨胶等制品 都有可能将动物软力 传播给人类 目前全球报道的 一元性传播的 科亚病患者 已经超过了几百例 此外 研究还表明 软力可以通过 遗传形式感染 并且呈现出家族性发病的倾向 那么它是否存在其他的传播途径上不明确 软力病 它可以分成传染性 遗传性 和波散性 三种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三种主要的人和动物软力病 库鲁病 它是一种古老的人类传染性 海绵状脑病 这个疾病呀 仅仅发生在 大洋洲 巴布亚 新几内亚高原的 一个小部落的土著人中 美国学者 盖达赛克 在1957年 首先进行了报道 库鲁病且夫妻 可以长达 30年 早期的临床表现 主要是以共济失调 症颤等神经系统的症状为主 所以被称之为库鲁 因为在当地的土语当中 库鲁它是表示症颤的意思 晚期患者呀 可以出现痴呆 四肢瘫痪 最后 多是因为激发性感染而死亡 关于这个疾病的发生 盖达赛克等 证明库鲁病 与该部落原始的 实施宗教祭祀仪式有关 也就是病原因子 通过破损的皮肤 粘膜和胃肠道 而传染 通过改变实施这一漏洗以后呀 库鲁病逐渐也随之消失 盖达赛克等人也证明 人类的库鲁病和阳骚痒病等 同属于传染性疾病 他呢 也因为研究库鲁病的成就 而获得了1976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羊搔痒病 它是最先被发泄的 动物传染性脑病 发生于绵羊和山羊 病羊呈常常因为搔痒 在围栏上摩擦身体 因而得名 该病的且夫妻一般是一到三年 病羊会出现消瘦 不太不稳 脱毛 麻痹 此病在羊群当中流行 病死率非常高 在亚洲 欧洲和美洲 都发现了羊搔痒病的病例 美国科学家普鲁塞纳 因为在研究羊搔痒病病原 软蛋白的特性和结构方面的贡献 而获得了1997年 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牛的海绵状脑病 也就是疯牛病 是一种心血的 动物传染性海绵状脑病 在1986年 首先在英国发泄 随后波及到欧洲多个国家 以及美国、日本和加拿大 在我们国家 还没有发现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的潜伏期 大概是4到5年 发病以后 病牛会出现明显的运动失调 症颤 恐惧 狂躁 等等症状 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 疯牛病的病原体 是来自于羊搔痒病病养的 内脏和肉骨粉制作的饲料 病养的致病因子 通过食物列 进入了牛的食物列 导致了牛发生感染 发病 并且在牛群中流行 为了阻止疯牛病的蔓延 英国政府立法禁止了 反出动物来源的代白质 饲养牛等反出动物 并屠杀病牛和疑似病牛 从而协助降低了疯牛病的发病率 软利 Pro Young 它的发泄 表明蛋白质 也可以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 这进一步表明了自然界当中 生命活动的多样性 这种由正常宿主细胞基因编码的 构像异常的蛋白质 可以跨越物种来进行传播 因为没有核酸 也不能够采用常规的PCR等方法 来进行检测 目前也没有疫苗来进行预防 也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2019年的冲季和夏季 僵尸鹿病正在北美蔓延 它的病源同样是软利 这也提示我们 人类和软利的战争 还远远没有结束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下次再见